嘲笑 雲飛鴨 黃沙滾滾 馬亭一忙 踏遍了 關山萬里 歷盡了 多少風霜 那湖縱 曲無意 相長般 煎花香 只問人間 故平時 那碗的 二月輕唱 風笑笑 沈飛揚 黃沙滾滾 馬亭一忙 經過兒女時無霜 天生時 蝦不柔長 師父 您為什麼要對任姑娘下手呢 長青 多像啊 這孩子 這孩子長得和她母親多像 師父 任姑娘只是向您求證二十年前的往事 是 您為何突然大發雷霆 為師 任姑娘 您已經達到答案了 二十年前的海大俠 就是二十年後的家海大先生 其他的 其他 還多著呢 您是說 還有很多 很多 都要向家師求證 目前 只有海大先生一個人 可以給我解疑 解惑 任姑娘 到底是什麼樣複雜的問題呢 什麼複雜的問題 問題本身並不複雜 除非有人要故意隱瞞 故故移證 你是指家師 他老人家故意隱瞞 故不移證 海大先生 是唯一可以給我解疊個謎團的人 但是他好像並不樂意 他也不像你所說那樣 武道熱場 仁慈和善 那到底是什麼問題 那到底是什麼問題 是二十年前 一個殺人慘案 殺人慘案 被害者 任參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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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參將是 先父 任大 你是說 家師跟任參將的死有關 有關無關 只有海大先生他自個兒知道 師父 你要問威師 是否捨集了二十年前 任家寫案是不是 可是正有此意 告訴任姑娘 二十年前 任參將確實是因為涉嫌通敵 為罪而全家廝殺死亡 敢問海大先生 先父確實是涉嫌通敵是事實嗎 老夫一見草迷 如何知道是不是事實 先父全家真是為罪自殺嗎 這 任參將畏罪而至全家自殺 這是當時官府查報的 老夫也只是聽人談妓而已 是不是事實無憂得知 海大先生 任姑娘 老夫所知 不過如此 任君非所知 不止如此 難道你 你懷疑老夫與那命案有關嗎 任君非所知 為父 絕無通敵事實 全家違罪自殺 更非是誰 姑娘 可作如此想 那也是人之常情 為父深冤 為全家人的血恨 更是為人而語 因戒之者 任務 你言下之意是說 命尊跟你全家之死 是遭人殺害 而且老夫也脫不了關系 不敢上了 任君非卻也不知相 你 子姑娘 又是不知相 主要是我 散散其詞 噓兒又一再推拓 如今且又動怒 看來不用其相法去擊打 使他更加怒上加怒 是很難由他口中 聽出事實的真相 樹 任君非大胎 您海大先生表面看起來 是人厚長者 定高主又口口聲聲推崇 您是古道熱場 仁慈和善 但是 任姑娘 您就不要 讓她說 但是 根據我片面觀察 您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什麼樣子 虛偽 奸鬼 狡詐陰線 師父 我倆就不要再說了 任君非 您快走吧 在老夫還沒有改變心意之前 趕快離開我遠一點 否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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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顧不得 你是故人之女 你認識先父 你 你 你不說我是故人之女嗎 什麼我 你既然是先父之固有 為何你隱瞞事實呢 這 是 你錯了 老夫與你父親任大於 並沒有交情 你不信 老夫認識的 是你母親 何月姑 你的先父 並無交情 你認識先母 你母親何月姑 是老夫同門的一位小師妹 師父 您是說 任姑娘的母親 是師父的師妹 師父 那這麼說 任姑娘就不是外人了 為師 並沒有拿著當外人 否則 師父 師父 先父母的深淵 只有你老人家 可以代位報酬 求你老人家 大發慈悲吧 你 師父 你 你們這是幹什麼 師父 托兒請你老人家 幫助我任姑娘 照著他父母的沉淵 你 柳叔叔 柳叔叔 走 走 柳叔叔 聽說四大護院 把任君妃 已經打落懸崖而死了 還加上一個海長青啊 哦 不過這個四大護院呢 也惹上了麻煩 哦 什麼麻煩 有個黃臉婆的 找她要人呢 哦 嗯 那個黃臉婆啊 她說任君妃是她的孫女婿 其實啊 任君妃是個女的 果真任君妃是個女的 那瘋婆子不是胡鬧嗎 她本來就是胡鬧嘛 那要不胡鬧的話 怎麼會帶來個孫女兒 到處來挑丈夫選丈夫呢 嗯 說得也是 不過柳叔叔啊 嗯 那任君妃究竟是什麼來歷 您為什麼一定要把她除掉不可呢 那個任君妃啊非要把她除掉 不然的話啊 海大先生還有令真 跟我柳叔叔啊 都會寝食不安的 哦 哎 柳叔叔 這任君妃如果是個男的 還說得過去 嗯 如今證實她是個女的 而且是女扮男裝 這一個女孩子家 怎麼會讓海大先生 還有您柳叔叔 以及身為總兵大人的家父 請食難安呢 嗯 這個這個這個 嗯 柳叔叔 會不會是您 誇大其詞了一點 嗯 對對對 是有點誇大其詞 誇大其詞 柳叔叔 這是為什麼呢 哦 小萱啊 你要知道啊 那這樣是我的地盤啊 你哥哥在這兒被人家欺負了 這我臉上就沒有面子了 對不對 我要不整整他們呢 將來啊 會有人爬到我頭上來吆喝的 你說對不對 哦 原來如此啊 老爺 老爺 師爺 師爺 你跑了 外邊呢 自稱她是一個黃臉婆 她帶了個小姑娘 指明要四大護院去受 受死啊 這 她真的來了 啊 那倒麻煩了 這還不簡單嗎 讓四大護院把他們抓起來就行了嗎 哎呀 你不知道啊 四大護院 不是她不願意 抓不下她也拿不下她 也拿不下她 所以啊 我把他們已經送到你們這邊賬下去吧 哦 是啊 怎麼辦人馬上就要進來了 哎 對進來了 哎 快把那四個人給我找出來 不然的話 哎呦 原來是你呀 啊 好小子 又是你呀 啊 哥哥 你們怎麼會認識的 啊 這這這這這這 好小子啊 一定是你讓那四個兔崽子對付我的孫女女婿的啊 好 我找到你了 也可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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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手啊 哎 放手啊 不難 你要讓她還我寶貝孫女一個活生生的小丈夫 啊 任君妃 哎 老婆婆 這任君妃就算她不死也是個女的 是 怎麼能做您的孫女婿呢 什麼 誰說是女的 哎 嗯 我說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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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就是柳氏爺啊 真是真是 啊 你就是當年殺害任參將和月姑夫婦的柳氏爺啊 哎 你胡說什麼呀你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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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是我老婆子胡說啊 這是天下人都是這麼說的 哎 哎 那是流言啊 傳言啊 哈哈 我跟何月姑 像當年也是嬌滴滴的大美人啊 人家都稱我們是絕代雙嬌啊 嘿嘿嘿 所以 我們的交情也不同 他的死別人可以不管 我老婆子可不能不管 哎 快給我說說 啊 快說給我聽 這這這這這啊 什麼這樣這樣 這這這這 快點說 你要再不說我就砸碎你的腦袋 哦 嗯 我請問你啊 有一位叫海大先生的你認識嗎 那個老頭子 哼 燒成灰我也認識 哎 你扯他幹什麼 這件事啊 你可以去問問他 嘿嘿 是他幹的 嗯 不會的了 他是何月姑的師兄啊 嘿 這這這你你問他就知道了 他一問就知道 嘿嘿嘿 嗯 其實啊我老婆子 也只不過是醫師想起來問一問的 嗯 也沒有抱什麼希望 不過 如今嘛我倒真要想查出個水樂師處來 哼 寶貝 奶奶 何月姑可是奶奶的好朋友 她嫁了個好丈夫 可死的好冤枉 所以這件事我們一定要先辦 走 去你的瘋婆子去你的 我跟你說啊 啊 你現在啊 跟著瘋婆子後面 嗯 跟下去 看他是不是到哪裡 嗯 如果是到海大先生那邊的話 嗯 你就跟海大先生說一句話 說什麼話 明月 飛花 明月 飛花 這 這什麼意思啊 你別問啊 這個 在這個二十年前呢 已經用過一次了 這個現在呢 又再用一次 你趕快去吧 這這 這件事情很重要啊 跟寧尊也有關係的 哦 柳叔叔 您這一回可不是誇大其詞 不是不是不是 快去吧 好吧 哥哥 我跟你一塊去 走吧 哦 你你可要記住了 明月 飛花 明月 飛花 哎 好 我記住了 好 這好 嗯 明月 明月 是一句殺人的暗號 小八道 我在跟你說話 是 你說那些不該說的話 你做了些不該做的事 可以 我問一句不該問的話 怎麼不可以 你說什麼小八道 好 我的話說得很慢也很清楚 你不會聽不明白 你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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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反 是你反 師爺 快說吧 好 我說 來人哪 來 哎呀 叫也沒有用 告訴你 快說吧 你 你是什麼人 這 任大瑜跟你是什麼關係啊 師爺 師爺 哎 我幫他聽師爺在叫啊 呃 呃 師爺突然感覺不舒服 對 你趕快找人去備叫 我送師爺去看大夫 哦 好好好 謝謝啊 好 好好好 我是任大瑜的什麼人 好 告訴我 我是任大人家奶娘的兒子 任大人全家被害的時候 我娘 人在遭了殃 如今小姐突然出現了 你又把她被害了 我小八道不想報仇 誰聽報仇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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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哥哥 等一下吧 等什麼呀等什麼呀 這這風頭都走遠了 你看看 哎呀沒關係的了 哥哥 嗯 我跟你出來可是別有用意的哦 對呀 你一下不喜歡出門的嘛 哥哥 你有沒有覺得 柳叔叔的所作所為 在在都叫人費解 而且什麼事都要扯上爹 對 你再想想看 任君非的出現 還有二十年前的救世 還有什麼任大宇夫婦被殺的事 這些都要扯上爹 可是卻都不讓咱們告訴爹 嗯 很奇怪啊 這確實是有點奇怪 那 那我們該怎麼辦呢 嗯 這樣 你還是跟著黃領婆去 嗯 我呢就立刻回家 把這些事告訴爹去 好 就這麼辦 那我走了 好快去 走 走 周小天 還有她的妹妹周小泉 看他們兩個人鬼鬼祟祟的 必然不幹好事 我們去跟蹤他們 看他們到底幹什麼勾搭 然後再在此地會合 我帶你帶萬月草門去見我師父 好 你去跟蹤他妹妹 我跟蹤周小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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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女兒已經將事情 要原本本就告訴您了 您怎麼卻一言不發了呢 你得思考 思考要這麼久啊 您向來做事是很果斷的 這事怎麼那麼複雜呢 別問你 你剛才說有一叫任君妃的 到任他與夫婦墳前去祭典 嗯 被柳氏爺跟凱大發現了 嗯 他們兩個人非常地震靜 嗯 認為非要擺這任君妃除去不可 嗯 不然連爹都寢食難安 是 還有一個叫黃臉婆的 說是二十年前 柳氏爺殺害任大禹夫婦 這件事情爹知道 嗯 說這兩件事情叫你不要告訴爹 是啊 他們說這兩件事都是小事 要是驚動了爹 就顯得他們太沒有用了 哦 對了 爹 我還記得柳叔叔說了一句二十年前的暗語 暗語 什麼暗語 明月飛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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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也不知道啊 所以才回來問爹的 我怎麼知道呢 哎呀 那麼 奇怪 爹 這任君妃還有二十年前任大禹被害的事 您知道嗎 二十年前 淡忘了 沒有 不但沒有淡忘 而且記憶有信 那可好了 爹那您快說給我聽聽 到底怎麼回事 好 二十年前爹是一名參將 另外一名參將是任大人 我們同在總兵薛大人麾下認識 總兵大人 對我們兩人頗為疑重 所以無論軍功大事都是合作無盡 所有大小戰役是功無不勝 後來 總兵大人麾下 由於副將 告老歸天 副將出去 理應由參將帝升 可是薛大人 在爹與任大禹二人之間 是難以取捨 究竟生誰 是頗敢為難 後來 我們兩人知道這件事情 也甚為該感 同時不云而同想出一個辦法 就是申請調府邊關住房 真了不起 薛大人知道這件事情 也甚至為難 後來就毅然決定 將我們兩人同調邊關服 以一年為限 一年到論功行上各無異議 也只有這法子 爹 在任氣結滿 歸劍途中 溫廷人員 那任大禹通敵脈國 勾結江陽大盜 後來 後來肅殺身亡 也累積一家大小 這怎麼會呢 是 爹也不相信 可是回來之後 一看是進屋依舊 人是全非 那任大禹夫婦 已經一捕黃圖 長眠地下 更是人痛恨 所謂通敵脈國 勾結江陽大盜 圖謀不軌 這全是子虛 我真不明白 任大禹 為什麼奏而輕聲 累積一家大小 後來聽說 只留下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女孩 爹知道這個消息 就派柳十爺到處去打聽 幾經都沒有下落 要是能夠找到他的女兒 加以扶養 這也不忘朋友一場 是啊 如果這個小女兒尚在的話 她可以說是我們周家的媳婦 怎麼說 當時呢 爹跟任大禹 情同手足 當時呢 任大禹正懷孕在身 我們兩人就約定 將來生為一男 與你哥哥小天結為義兄兄弟 那要是生女的話 那就是結為夫婦了 不錯 你猜得一點都不錯 後來爹還拿出龍鳳玉佩一對 龍佩呢給你哥哥配男 那奉配呢 就交由父中的小孩將來配男 嗯 你不是這樣 哦 哎呀 爹 什麼事兒 如果任君非是女扮男裝的話 那麼 她一定就是任大禹的小女兒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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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你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陈大雨跟何 何月关 否则那柳师爷为什么要我来问你呢 你听他胡扯 我不要听他胡扯 我正等着要听你说实话 黄娘婆 你 说 你要是不说呀 那咱们可就在号这儿 我老婆子可有的是闲时间啊 你要是问的话 我还可以让我这宝贝孙女 给你弹个皮吧 给你解解闷 宝贝 你说是吗 是的 奶奶 这 黄娘婆 你 你总该知道 当年我对月姑的一番心意 我当然知道 你爱他爱得发狂 可是你没有胆子说说口来 直到他嫁给那个年轻英俊的小将军 任大雨 你才大为后悔 我说得不错吧 你就因此由二而言恨 悔恨交加之下下手杀人的 住口 别那么大声啊 你这套 吓唬不了我老婆子 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地说出来吧 柳师爷这个老糊涂 居然叫你这疯婆子来找我的啰嗦 海大先生 海大先生 柳叔叔让我来告诉你一句话 什么话 明月飞花 你说什么 明月飞花呀 明月飞花 奶奶 小心啊 海老头 你尽敢给我动手 这是总兵大人之命 什么总兵 怎么不敢 来着 周公子传下的明月飞花 就是总兵大人的秘密 你们祖孙二人全都该死了 什么 你什么时候也当了差吃了凉了 海大先生 这是柳叔叔说的 不是我爹下的命令啊 这个 黄脸婆 你当心了 别急 别急 啊 我还有话要问 我问 二十年前你杀害任大宇跟何月姑的时候 也是总兵大人下的命啊 你 不敢成人了吧 二十年前 任大宇和何月姑 是我心头脑痕 刚好 柳师爷要我杀任大人 以便周大人能顺利升官 这是一举两得之事 既可驻周大人升官 亦可结我心仇之痕 呸 你连何月姑都敢杀了 你还有资格贪什么爱什么恨 伤定 又出口 我礼拼任大于之后 疲惫不堪 哪还有余力去杀人 纵然有也不会 跟我杀戎姑 黄帅 你找死 啊 啊 啊 赤子 你 你都听到了 爹 娘 二十年的成员 女儿今儿未能申血 押忍 押忍 说不说 你让我说什么呢 说你是如何设计害死任大人全家 你什么老大 我是一個守護父親之力的文人 我怎麼能殺人呢 我怎麼會殺人 是沒有力量殺人 不過你可以假走別人 別人殺人就跟你殺人定無二樣 小八頭 說 今天要是不說 我就在任大人的墳前 把你給破釜取心 把你活記了 說 我說 我說 我 這些事 全是那個總兵周大人 讓我這樣行事的 你說 是總兵周大人叫你行事的 不是 劉師爺 我看你死到臨頭還直迷不悟 我說的全是實話啊 好 待會兒我把你心挖出來看看 就知道你說的是不是實話 我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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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有一句不實 我就一刀 好 這些事情全是我一個人的主意 為什麼 因為我有個獨生兒子 在任大人帳下當校尉 本來想增一點軍工 可以找個錢去 可是任大人 把他踢一個什麼 遺武軍機 把他給殺了 任大人 公正言明 執法如山 要不是你兒子 遺武軍機 他怎麼會殺了他呢 可是我柳家實在一抹單纏 這斷了我的香煙 這刺醜 刺醜 刺恨 我可是能笑 所以你就假借周大人的名譽 利用海大先生 把任大人全家給殺了 海大先生 他是想搬倒這個任大人 把我當年橫刀奪愛的仇 那這麼說 是你要立主 殺掉任大人全家的了 他殺了我獨生兒子 我當然要毀他全家 那這個罪名就由周大人跟海大先生去抵 讓別人以為 周大人是為了爭權 而海大先生呢 是為了報橫刀奪愛之恨 所以才殺了全家 你好狠毒的心 olho 替你 太憶很多了 好意思 啊 啊 啊 是 師父 既殺劫父母又殺天你 師父於心何人 常青, 你 師父 這與你平日教訓徒兒的不一樣 常青, 你不同, 你不知道 師父 俗語說, 一日為師, 終身為父 古人有子不言覆過的名情 師父的行為, 徒兒不敢置信 但是, 你 如果師父一定要置天鋒於死地 那 徒兒願意待他一死 常青, 你 為人子女替父母報仇深淵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我不能勸你不替父母報仇 無奈 你要報仇的對象 卻是我唯一敬重的恩師 所以我求你, 讓我替我師父一死 你動手 我死而無害 常青 天鋒 你又何苦呢 天鋒 我曾經答應過你 如有效勞之處, 必不推辭 而今 不要說了 不要說了 常青 這事跟你毫無關係 一個是 一個是我敬愛的師父 你說這事能跟我無關嗎 我仍然相信 我師父是一位古道熱場的長者 也許這件事情 是他一生中唯一做錯的事情 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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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師父 師父 任這位 你的事是了 可是別忘了 咱們還有一筆舊賬 周小天 人家是虎父虎子 你缺是個犬子 我缺你還是好自為之 不然 尤如你父親一事工序 你敢教訓我 接著 你快玉佩 怎麼跟我的一樣 哥哥 奇怪 哥哥 我告訴你啊 爹也到長州來了 你快跟我回去吧 你拿的是什麼啊 任君妃 把她當案提打我的 你看看 哥哥 你可知道 那任君妃 就是你從小只婦為婚的妻子 什麼 如今 人家把姓武還給你了 這 還有好 War 你 那 你 haul 無 风啸啸 云飞扬 黄沙滚滚 马蹄忙 踏遍了 观山万里 历经了 多少风霜 来不走 去无意 香蝉长般 煎花香 只问人间不平时 那管得 耳语情长 风啸啸 沉飞扬 黄沙滚滚 马蹄忙 几滚绿诗无双 天生诗 霞骨柔柔